出租车司机离奇失踪 尸体为何出现在异地他乡 被褪去的衣服 缠在脖子上的钢丝 嫌疑人无处可寻 他到底被何人所害 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这一度使案件陷入惊局 果园里的半裸男尸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2001年2月2号是农历正月初十 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 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喜悦当中 走亲访友其乐融融 这一天中午 济山县佛育口村十年19岁的志丰 在阳平村的亲戚家吃完午饭之后 正准备返回家里 走到半裸 肚子疼想方便一下 看见那个果园 里边有个果园 有个土房子 房子没没所 阳平村和佛育口村之间 有一条三公里左右的土路 路两旁都是农田和果园 为了方便夏天照看果园 或者存放农具 农民们都会在地里 修一个十平里左右的看护房 正当指风走进这处果园的看护房时 看到了让他至今难忘的一幕 推开门我进去以后 看见有个人在那躺着 那人肚子瘦 没衣服 裤子也得到下巴山 该男子半裸着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头上还盖着一件红色的衣服 身旁还有枯草燃烧过的痕迹 指风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凑上前去查看 我过去一看 看见那个舌头伸出来 眼睛正的叨叨叨叨 脖子还缠了个铁丝 我看见就看见人一种死吧 眼前毛骨悚然的一幕 让指风瞬间后背发凉 赶紧退出了看护房 飞奔回村子里告诉了其他人 闻讯赶来的村民立即报了警 最后 济山县公安局的民警 也立即赶到了现场 脖子上缠了个铁丝 然后铁丝脖子处 有铁丝的勒痕 这个受害人还是被人勒死的 刚次上市有打劫 打劫处 并且常有一些透明玻璃胶带 分析这些作案工具 是提前准备好 有预谋的作案 死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 短发进行中等偏胖 经过对现场的初步勘察 民警排除了该男子自杀的可能 这个现场当时就在这个 高速桥洞下面 靠东这个位置 包括那骨验方就在这个 就在这靠度边这个 靠西这个位置 尸体当时就在里面 发现 案发地点在阳平村 与佛玉口村之间的乡村小路上 那么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他又是被谁所害呢 让我们一起前往案发现场 这处果园在阳平村的边上 离村子大概有两公里的距离 位置呢也比较偏僻 果园的面积大概有五六亩 发现死者的地方 就是在果园里的这间看护房 这间房子的面积在十平米左右 里面放着一些农具 靠北边紧挨着墙 有一个没有靠背的沙发 而尸体呢就挨着沙发倒在地上 在死者的脖子上还缠着一根 类似于摩托车闸线里的钢丝绳 而在死者的身旁呢 还有一处燃烧的痕迹 尸体的背部 四肢都有一些挫踏声 分析认为是转运 脱移 脱拽尸体的过程中 形成的一些挫踏声 现场没有 没有任何搁斗痕迹 确定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抛尸现场 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人是被勒死的 那么他生前肯定要挣扎 然而在这个房间内 并没有发现这些痕迹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这名男子应该是在别处遇害之后 被抛尸到这里的 而死者的衣服 可能就是在脱拽的过程当中 脱落的 案发后 民警也围绕这个抛尸地点 展开了排查 但是并没有发现 有价值的线索 而另一边 通过进一步的尸检 民警证实 这名男子遇害的时间 最起码在半个月以上 那么这名男子 到底是谁呢 谁会将尸体抛在果园呢 办案民警了解到 这个果园的主人 是杨平村的一个 叫任建龙的村民 那么他会不会和此事有关呢 平时就是各家居 中文就是在里面写 案发前的那段时间的话 你有没有再来过你这个房子了 没有 人建龙声称 他最后一次来果园的时间 是2000年的11月份 地里的苹果卖完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来过 案发现场地上的燃烧痕迹 也是当时他为了取暖留下来的 死人我认不得 你认不得 不能是他 不认识哪认识 要是公安去12年 我来提12年 就为天我得到去 任建龙一直强调 死者他也不认识 他也不知道 死者是什么时候 出现在他家果园内的 那么实际情况 是否真的是这样的 我是罗斯人 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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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人母近期 在村子里面没有任何异常 如果说人母有这个嫌疑的话 他完全有时间 经这个尸体处理掉 不可能经这个尸体 一直放在他这个果园地里面 命案发生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失源 但是民警经过核实 发现死者并不是附近几个村子的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 人建龙家的果园呢 他又是因为什么事情 被人杀害的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 摆在办案民警的面前 正在这个时候 办案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案发前 隔壁的佛裕孔村 曾经出现过一名 神秘的男子 案发现场 线索难寻 死者身份 难以确定 就是 还到我们家里面 我看见他 可怜了 还给他了一个馒头 村里出现的 神秘男子 会不会是受害者 我们也白思不得其极 谁会对这个 要犯的家属 出租车司机的失踪 到底是何人所为 就是你家孩子 是 我对不吃 是 果园里的半裸男尸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一句半裸男尸 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果园内 没人知道死者是谁 也没有人知道 他什么时候被人杀害 这让案件的侦破工作 有些难以下手 民警 只能先确定死者的身份 就在这个时候 佛裕孔村的村民 提供了这么一个线索 我们快过年的时候 村里面来了一个 有30岁左右 短放 就是 还到我们家里面 我看见他 可怜了 还给他了一个馒头 据佛裕口村的村民回忆 这名男子是腊月突然出现的 与杨平村果园内 发现的那名死者一样 这名男子也是短发 年龄差不多 也是30岁左右 当时 有不少村民都见过这名男子 30岁左右 可能就是那个样吧 平头 胖胖的 那个码头和那个菜 给人家和西伙人 给松里的吃上 吃了以后人家又不走 据村民们回忆 突然来到村里的这名男子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但至于是哪里的也确定不了 来到村子以后 住在村里的一个破窑洞里 每天靠乞讨为生 但是在过完年之后 却突然不见了 案发以后 济山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也拿着死者的照片 来到佛育口村确认过 其中有不少村民说 死者特别像是 之前来村里乞讨过的那名男子 我们出村的下面有个果园 它不是有个破红子 后来这个人好像死在里面了 听村民议论说 好像就是那个药饭的吧 大体特征就是那个药饭的 长相跟年龄都是那个样 我们也百思不得其情 谁会对这个药饭的家属 这件事一度在佛育口村 引起了轩然大波 谁会去杀害这样的一个人呢 但是也有的村民 在辨认过之后 发现两人的衣着不一样 很明显不是一个人 看见很久就有点像 我老婆娘人是 要说不是那个人 要这个人就干起了这副人 要去身上干干净净的 这就是身上老爸 在木炭友和住着的 关于乞讨男子的形象 都是村民们的口述 并且还说法不一 所以二者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民警也很难判断 这就导致案件难以定性 侦查方向也不好确定 随后 纪山县公安局 也向周围的县市 发出协查通报 确定失源 当纪山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正在全力侦破这起案件的时候 运城市新疆县的 王大娘老两口心中 却焦急万分 那这我不是买了 一千 花多少钱买的了 五千 五万 七千多 就是说给你老个人 在新军县 建议一个黑车 平时是跑黑车 黑车为上 王大娘 有一儿一女 两个孩子 儿子俊隆 十年二十八岁 结婚以后 家里借钱 给他买了一辆桑塔纳轿 平时 俊隆就靠开车 拉货挣钱 2001年1月6号 俊隆晚上回家之后 还曾和家人 说过这么一件事 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 儿子早早起来 就开车出去了 可是到了晚上 却迟迟没有回来 大人就过 我就过 接电话的 就从来没有过 类似这种情况 不可以 我爸家里回来 都要跑到我屋里 跟学校 忙回来 你不要测信 直到第二天 儿子俊隆 还是没有回来 朋友家 亲戚家 都找遍了 依旧没有儿子的 半点消息 这让王大娘老两口 有点坐立难安 寻人启事 贴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 俊隆依旧没有回家 也没有一丝限制 整个人啊 仿佛呢 就像凭空消失了一半 2001年2月份的一天 在俊隆失踪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 济山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来到了王大娘家 经过王大娘老两口的辨认 在杨平村果园里 发现的死者 正是2001年1月7号 早上出去拉活之后 就下落不明的俊隆 这一刻 王大娘老两口悲痛欲绝 原来啊 失踪将近一个月的儿子 早已经遇害了 那么俊隆到底是被何人所害呢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 离家30公里之外的 一个果园里呢 经过调查 济山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发现 俊隆为人也比较老实 很少会和人发生争执 社交关系也比较简单 不太可能会是被人报复 正在这时 王大娘突然提供了这么一个线索 声称 儿子的死很可能与此有关 开车出去 却离奇失踪 他遭遇了什么 婚案的房间 一场罪恶正在密谋 咱们要不跑 黑车司机约出来 把他弄死 然后把这车轻走 卖掉 警方急凶 窃而不舍 嫌疑人终于浮出水面 现在一号 进行宣伪 你有什么所回答 对于安家无关问题 果园里的半裸男尸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王大娘的儿子俊龙 在2001年1月7号早上 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将近一个月后 尸体才被发现 那么当天叫他出去的人 又是谁呢 他的朋友 跟他最后的朋友 他报告的车里 你这车 人家和万一各用一车 不管谁用 你不要叫他用 你可一直报你的车里 王大娘说 出事前几个月 他曾听儿子说过 他的一个朋友刘某 因为做生意 需要报儿子的车 按月结算车费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儿子一直给这个刘某开车 所以王大娘猜测 儿子失踪当天 可能就是被这个刘某叫出去的 就没接待一车关系 你说给我一车 到我一车关系 给了我 我要先给我 让他给了你 他就感谢这句话 他感谢了 他知道我不猜了 那么 当天叫骏龙出去的 是不是这个刘某呢 作案的会不会是他呢 了解到这个线索后 当时的办案民警 也立即围绕刘某 展开调查 快过年了 都蒙着家里的事 就没有再联系过死者 用过他的车 而且他们也没有 什么作案动机 通过调查 民警证实了刘某的说法 事发前一个月 刘某呢 确实没有和骏龙有过联系 骏龙在离开家之后 到底遭遇了什么 谁会对他下手呢 嫌疑人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在王大娘家了解了 骏龙的基本情况之后 民警呢 发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 骏龙当天是开着车出去的 但是在抛尸地点 以及周围的地里 并没有发现他所开的车 那么这辆车 哪儿去了呢 不会有人把死者杀了之后 把车清走 2000年左右 一辆桑塔纳轿车的售价 大概在10万元至15万元之间 而骏龙在被人杀害之后 所开的轿车也不见了踪影 所以办案民警推断 骏龙可能遭遇了杀人坐车 之后 办案民警 立即围绕周围的县市 展开排查工作 可是在排查了上万辆同类型的车之后 并没有获得新的线索 这使得侦破工作 遇到了瓶颈 关于闲人的线索 也只有一个作案工具 就是缠载死者脖子上的铁丝 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 仅仅一个多月 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 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这一度使案件陷入警局 第一案发现场难以确定 所开的轿车 无处可寻 抛尸地点也没有嫌疑人留下的痕迹 因为缺乏线索 再加上技术手段有限 这起案件只能暂时搁置起来 以待日后技术成熟时再行侦破 从我们公安民警来说 这个事没有完 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 侦破此案工作 一有什么新的手段 我们办案民警 都会第一时间运用到案件中 看能不能发现新的线索 2020年 命案基案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济山县公安局 按照市局 命案基案攻坚部署的要求 多次召开命案基案专题会议 抽调精干警力 成立工作专班 认真对命案基案案件物证 进行一一整理 运用新技术 新手段 全力展开攻坚突破 办案民警 在对当年缠在死者脖子上的铁丝 再次进行检测时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除了发现死者的生物信息之外 还发现另外一个人的生物信息 这个消息 让我们所有的办案民警 非常兴奋 民警经过进一步的分析研判 大胆推断 这很可能是嫌疑人 作案是留下的 经过进一步 何时确认 民警最终锁定 这名嫌疑人 是临焚市湘宁县 45岁的男子张某峰 于是立即被绕起 展开调查 父亲已去世多年 家里只有个90多岁的老母亲 这个人在合金的一个工厂里打工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成家 平时就是一个人租个房子 也不和外人多说话 多交流 2020年11月27号 办案民警在合金市某工厂 将张某峰抓获 随后立即对其展开突审 在办案民警的强大的心理攻势下 嫌疑人张某峰的心理防线 终于被突破 交代了自己 19年前所犯的罪行 并供出其同伙牛某索 随后 20年20年20岁出头的两个人 因为有一些不良嗜好 都是负债累累 两人偶然间认识之后 就想通过一些不法的手段 获得钱财 就这样 就上前与其沟通 并约定好第二天要用车 牛某锁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 正某锁是坐在后排 出车车司机后面 然后牛某锁提出说 停车我要撒牛 当时咱们的备害人 没有一点的防御 刚停好车时 牛某锁和正某峰 就迅速掏出铁圈 事先准备好的钻工具 铁丝圈 快速地透露了 被害人的头上 合力 将咱们的被害人勒死 得手之后 两个人开着车准备变卖 在行驶到杨平村的果园时 见该地方比较偏僻 就将尸体拖到果园的土房里 之后开着车扬长而去 据犯罪嫌疑人牛某所交代 在得手的当天 抢来的车就被卖给 近山县一个汽车修理铺的移民工人 对于这一点 警方还在继续核实当中 这个买交 根据我们的调查 他对这里面的犯罪嫌疑人 杀人请车 这个情况是不知情的 他就是 第三方的买家就是贪图 这种车轮便宜 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 犯罪嫌疑人张某峰 与牛某所不惜残害他人性命 这么多年 畏畏缩缩缩作人 以为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然而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在济山县公安局 一代又一代民警 切而不舍的侦破之下 犯罪嫌疑人的面纱 终究还是被撕下了 公安机关的指责 就是打击一切 未访犯罪活动 我们无论花多少时间 下多少功夫 一定要进犯罪嫌疑人 绳之一方 给受害人家属一个交代 一起起陈年旧案被侦破 一个个命案 击案的逃犯 落入法网 这以教人成绩的背后 使公安民警 不懈攻坚追踪 和大力应用技术 所产生的强大战力 使得社会治安大局 得以稳定 相信 在一代又一代 公安民警 这种切而不舍的 追逃精神之下 世间的罪恶 必将无处藏身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